自由的輪筒 我捐了一部鋼琴給台南文化中心 是全世界唯一的一部紅色的火急鋼琴鋼琴 我不是說要講這些 我覺得有什麼崩崩危機 我主要是覺得我在獅子會 我是去年2122年的雲佳蘭總監 我常常講一個故事 我說獅子會有17年成立的時候 到現在已經106年了 在1925年 國際獅子會的總會開年會的時候 他們邀請海倫凱樂來演講 大家知道海倫凱樂是一個 盲龍雅的一個 一個殘障的一個女孩子 但是她後來說過訓練以後 她成為一個演說家 但是她還是看不到 聽不到 她在1925年獅子會邀她來演講的時候 她講了一句話 她說她希望獅子會是 拯救黑暗的大軍 盲人的歧視 所以說獅子會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 將近一百年的時間 獅子會一直把這個 這個勢力的維護 還有勢力的這個 什麼保護視力的教育 還有幫忙 視力的醫療 包括很多都要知道的 導盲權啊 還有 醫院啊 來幫忙 有沒有治療白內障 換腳目的這些 再推動 甚至於把糖尿病 跟視力有關的 也納入獅子會的五大置業之一 視障是一個很不幸的 一個生理的缺陷 但是 以生理缺陷 更可惜的 那就是心靈的缺陷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獅子會在一百年來 一直在推動這個 什麼我們教醫生啊 有些一些檢驗的車子 到台灣各地 或者全世界各地去 教小孩子 怎麼維護視力 怎麼保護自己的眼睛 但是 我是覺得說 我們更需要的 是心靈上的缺陷 什麼是心靈的缺陷 就是說 我們 不會欣賞文化藝術 這是心靈上的缺陷 這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一直在推動 剛剛我們台南 我們的會長 也在講 這個文化藝術 對一個國家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 維也納 是文化五都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奧地利 他們 兩個音樂家 他們一年可以產生 全國的奧地利的生產值的2% 這是兩個人 哪兩個人知道嗎 就是莫札特跟斯特老師 這兩個人 已經過世了 一兩百年 但是 他們讓維也納 在 每一年 光是跟他們兩個創造的音樂 他們音樂相關的產品 就可以幫意大利來 幫奧地利來 放上很多很重要的產值 所以說 我前一陣子 看到張立山縣長 我也跟他講說 其實我們雲林 我們的問題 我們有一個鳥松醫師高中 培養很多 不管是在舞蹈或音樂 還有繪畫的登場 但是我們雲林如果能夠有一個 有一座 有一個樂團 雲林的小想樂團 一定會翻轉大家 他對雲林 是一個窮鄉僻壤的概念 的想法 所以我 張立山縣長 聽我說 我跟他說 你如果願意成立雲林的樂團 我想幫我幫你募五百萬 來幫忙 你用美一點 我們獅子會 都會 找獅友來幫忙 張縣長 有什麼心動 我也跟黃偉哲 黃偉哲 市長說 你如果說在台南市 成立台南市的 交響樂團 我想幫我幫你募一千萬 黃偉哲 跟他們在考慮 但是這個 我是 這個 這個 放長線 釣大魚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文化藝術 一個城市有文化藝術 才能展示這個城市 真的是一個偉大的城市 所以我們也羨慕 高雄市 有這麼好的 高雄市力加強樂團 還有國樂團 而且 因為有衛舞營 這個這麼漂亮的演出的場地 能夠跟高雄市的 高雄市力加強樂團的結合 所以說 讓這個 高雄市力的加強樂團 能夠更有機會來發揮 我覺得說 我一直跟韋哲說 我們要做文化的普通 你連一個樂團都沒有 你真的上什麼文化的普通 所以文化局長 一名 準備做成 所以說 我是覺得文化是相當重要的 但是 很多我們台灣培養出來的很多 很優秀的 藝術家 不管是音樂的 民宿的 各方面的 他們回來台灣 台灣在國外受到很好的教育 沒有了博士 很多人的成就 但是回來台灣沒有發展 我在雲林 我也花了幾百萬 再給了兩個 到 到 巴黎 拿到博士回來 但是回來找不到工作 沒有一個好的工作 所以我跟 張立善講 你說 包括西港 我知道過 我們 你們 會的優秀 是不是 一回來 我找不到 只要他們又到台北 到別的地方去了 我們在台南也是一樣 台南是 所有栽培 低劣地產最多的地方 但是他們 常常都沒有辦法留在台北 所以說 我是覺得 如果說 我們台灣能夠 有很多的城市 都能夠有 很好的 讓這些 藝術家能夠有 表演的空間 這是相當的重要 所以這次 董會長一直 這幾個月來 一直在 利用這個 作品 來幫忙 鳥中醫師高中 讓他們能夠 辦很多活動 然後再給他們的人才 我想是值得 大家來幫忙 我跟那個 我們的執政 王公武 我們兩個不是 藝術家 我們是來 來鬧場的 來做 所以說 是因為我們 跟大家都一樣 都是有一個 來幫忙 推動台灣的 古典藝術教育 所以說 今天很高興 我們能夠有機會 在這裡 跟大家 這個 分享 這個 我們 這些藝術作品 祝大家 新年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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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